要晚到一点 那全部听起来 跟市长跟局长跟各位长官 那二月份是见真章的时候 那二月份前 我们只希望少点量体 如果真的未来要开发 少点量体 多点公园 交通注意 尤其是中行李要停车场 然后在我们中坡里 是希望你们都市计划通盘检讨 是不是容积可以提升 以奖励以后都更的速度可以变快 意愿可以变高 那在我们所谓的大人理里面 大人理希望的一件事情 也请你们要注意 因为这块区块里面 我刚才跟黄鸿威有在聊 这里面有一个区块是公园用地 那你通盘的几公顷这样下去检讨 那个公园要不要规划大一点 而不是要绿带那么多 那来稀释掉它所谓的一个 一个开放空间的部分 希望这个部分你们可以接受一下 然后至于大人理在福德街八十四巷 这边的交通是最大的问题 如果有机会委外的话 通盘检讨 拜托你们 是不是林口街八十巷那边可以退一点 八十四巷这边退一点 让交通四周围的道路 可以平均宽度都一样 不要大小差太多 我觉得这个部分 是大家所共同希望 最后一点 希望市长 或许你在这边有变相的承诺给再做的 台湾很多事情都是基于民粹 反对的声音永远是高涨的 那赞成的声音永远是隐性的 一个显性一个隐性凸显起来的 不公平的就是赞成的这些人 至于那个第六洞 我希望一件事情 如果你为难 在议会我们十个议员来咨询 我们来背嘛 我们一个人可以代表两万票 十个代表二十万票 这二十万票要骂就骂我们这个十个人嘛 那基于反对的那些人 或者是文资的一些所谓的关心者 我们给予尊重 那给予尊重的情况 毕竟99.9999% 跟0.0001% 我相信市长 我边没想命更啦 你就一时分可能会比较好啦 这样子我相信未来给你的长生 会远大于那个0.0001 谢谢 我几块想了 因为时间蛮难晚 我在这个地方 针对我们广赐博爱院 我起码开了两次说明会 那么 全部开了的说明会 大概有四次 那么 我当议员九年 广赐博爱园区的开发 至少这九年来 到现在是几乎原地不动 除了把原来的老旧的住宅拆掉 不过在这边 大家知道我在议会常常骂柯市长 但是这一点 今天晚上我要肯定一下柯市长 至少在这九年来 我第一次看到市长 亲自到我们的社区来开说明会 这个我叫做柯市长 我肯定完了之后 就要要求柯市长 我刚才说 因为九年了 几乎是原地踏步 不要说你要发疯了 我都快发疯了 所以我要拜托 今天我们的模型 跟我们上一次林周明 局长来开的 模型又不一样了 我不希望再有看到第三次模型 所以要拜托 如果说今天因为承诺大家 要做地质的探勘 明年就会确定 我们要做怎么样的开发跟量 不要再拖延了 另外一个部分 市长今天可不可以具体的承诺 因为原来我们的社会住宅 今天大家并不是完全的 一味的反对社会住宅 就如同很多的 这边的李明所说的 大家不是刁民 但是这个量体跟这个户数 要让这个地区能够承受 因为原来从1500户 突然暴增到2800户 而且是没有跟大家商量的用 有没有问过大家意见 没有啊 那现在市长刚才是承诺 这个量体会往下降 所以市长是不是也可以承诺 我们这个社会住宅的户数 应该要具体的下降 而且必须要这个社区能够承受的一个数量 而不是随便喊 以下从1500户到2800户 是大家没有办法接受的 好不好 好 我们也拜托了客市长 谢谢大家 谢谢 我说明一下 我是要用容积率去控制户数 那户数骗人的 因为你那个一人一户他就 就两千八百了 你一户是三个房间的他就松脚 所以我想最后用容积率来控制 容积率来控制是比较准确的 那市长可以减判吗 容积率减判 没有我说用容积率 因为那是这样嘛 那个负数是骗人的 那你一户三个房间跟你一户一个房间 所以我想最后用容积率控制 对啦我跟你说 这些到时候我们还是会 我还是主张容积率下降 不过是这样啦 我跟你讲嘛 那个借幣率30容积率300是极限 Apa limit 那往下降可以降多少算多少 那我也在财务上也要算一算 会合围 尽量尽量 歪国也尽量尽量 我那是要拿 尽量 I will do my best 那等一下回他回应一下 来来来来 跟各位说明一下 这是一个很清楚的一个事实 中间这一块路的EBAN 各位听到的1500户就是这一条 然后呢这个六栋现在只剩下一栋 但是一开始就是确定它是绿地 所以1500户是指这一条 那你就问我说这其他两个是怎么样 我的左手手边这个L型 在去年12月25号之前 还是决定由财政局做BOT 就是这个L型 这个右边呢 就是刚才各位讲的公元 这是第一个 那现在为什么大于1500 因为大于1500是因为这个L型的D 决定不走商业的路途 所以呢 这整个过程是这样的 把时间还给各位 我觉得市长刚刚讲的很清楚的 量体要考量 见币要考量 故数其实是个数字 重点是冲击 我想其实所有的局数 今天都听到了各位的声音 谢谢大家 好谢谢各位 我们今天必须说明会就是到此结束 那各位如果还有意见要表达到 欢迎留下 我们这边可以表达书面的意见 那这边的窗口 请各位如果需要跟台北市政府 都市办公局联络的话 我的窗口是1999转827 8275谢谢